大家好,很多时候煮饭对于职业旅行来说都特别困难 所以今天我就叫大家煎一个饺子 这个饺子非常简单,我就是从外面买了一盒 要放点橄榄油,把饺子一个一个轻轻的排在锅里面 因为饺子,你直接煎它不容易熟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些技巧 放一些水,大概半杯的水 然后就把它盖住 大概用中火这样煮它五分钟 然后打开来了 它基本上一边就熟了 但是我们还另外一边慢慢的把它用筷子轻轻的一个一个翻到另外一边 然后煎好呢,我就当初来 喜欢的记得订阅海伦娜的厨房 下一道菜见,拜拜 拜拜